你要一口 一口啊 直接推了 我敢也是 好吃吗 看香菜 我就说 大哥开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到我们的香菜美食区 这个就是这个吗 香菜粉 北斗香菜的做事 很像抹茶粉 对 台式抹茶 而且台式抹茶 北斗特产伴手礼香菜粉 我给你闻一下 可以可以 跟抹茶的味道一样 转开就可以 你们可以 没有我想象那么 没有香菜味是不是 低温干燥百分之百的 有闻啊没有 没有没有 不要怕 它很像抹茶 是抹茶味 抹茶的味道 是抹茶味 它用低温干燥让全的味道 慢慢减到最轻 可是喜欢吃香菜的 你不就想要吃那个全味吗 对 它有没有重口味的 香菜奶油酥饼 这一定很酷 对 它的酥饼是用 加香菜粉下去 碾汁而成 它有点像老婆饼 对 太阳饼 你不是 那要拌片给它吗 蛤 你要拌一点给人家 好 你要自己吃 也可以 嗯 这是传统再加上一些 香菜粉 把香菜粉入到糕饼里面去 这个是油酥饼 对 它本来是传统的 对 这个也是没有香菜味 所以我又是可以慢慢接受了吗 可以 你又再敬一敬礼 我正在改变我的基因 对 那个缺陷慢慢不平 OK 放心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考验就是 一把香菜 那个改变不了 很好吃 你在改变你的基因 我在计划 再来介绍的是香菜脏脏包 里面是红豆 有 有有那种万丹的红豆 然后面团是用螺纹状的把它碾成 就是加香菜粉 那上面有淋上巧克力 跟那个香菜粉 不跟你讲的是香菜 你一定以为是抹茶 到最后它整个点 嘴巴是绿色的 对不对 啊 这个有一点香菜味 这个有一点 中间偏到了 这个有 还好啦 要喝水 所以这样这么些微的你就不行了 不是它是泥土的味道 其实我忘了告诉你 这是泥土的蛋糕 喝水 这有水 它没有不好吃啊 但是就是 你可能上面那个粉 它的巧克力呛到了 没有没有 粉有很香菜味 真的吗 有吗 没有啊 好香菜 喝了水之后它一直来 接下来我跟你讲 第一个太棒了 香菜磨人 百分之百香菜汁 你干什么 不要怕啊 来 快来 如果我觉得不够的话 就是把粉撒在上面这样 像这个香菜粉如果觉得 我觉得慢慢各位已经可以 进阶接受我们的香菜了 那所以我就是 上面想要有点香菜粉 我跟你讲啦 这不太 这不是死手 老死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教你这种怎么喝呢 嗯 我教你怎么喝 嗯 这种你就钱了 来 嗯 预备 你就这样 你就喝啊 对 喝 哦 哦 我都以为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他喝到原汁 哦 哦